今次和大家做 Sesame Cookies 芝麻曲奇餅 首先要爆香芝麻 但要小心 要慢火 在锅上 做香芝麻 不可以太黄 少许金黄 可以 同次做芝麻曲奇餅 大約一杯 加兩個湯匙 我喜歡多些芝麻 這就隨便大家 烤的時候 要小心 離開火爐 慢慢烤 芝麻 烤香後 將它放涼 首先 半杯牛油 一杯 黃糖 加半茶匙 芝麻油 慢慢的速度 攪拌均勻 然後 加一隻雞蛋 然後 加一隻雞蛋 然後 半茶匙 梳打粉 然後 一杯 麵粉 然後 剛才是 韓香芝麻 一杯 一杯 2公匙 芝麻 一杯 2公匙 就放在焗盤上 焗盤上 一定要放一張 Parsman paper 焗蛋糕紙 這個時候 將焗爐 預熱到350度 焗爐 焗爐熱的時候 將 製作一個個的 餅糰 放入焗爐裡面 大概是焗15分鐘 就有這個 Sesame Cookies 芝麻 Cookie 在焗烤焗好之後 我拿出來 拌勻 一、兩分鐘 這樣 餅糰會脆一點 芝麻餅 就做起了 這個份量 是足夠 兩打半 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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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